红扁豆食谱红扁豆汤 红扁豆沙拉 红扁豆煎饼等 图 红扁豆食谱之红扁豆汤 客户提供 红扁豆汤 这道红扁豆汤做法简单 只需要将红扁豆 洋葱 番茄 青椒等食材洗净切好 放入锅中加入水煮滚后 再转小火炖煮至红扁豆软烂即可 这道汤品营养丰富 含有高量的蛋白质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非常适合素食者或正在减肥的人食用 土耳其红扁豆汤 这道土耳其红扁豆汤是土耳其的传统料理 做法和一般的红扁豆汤类似 但会加入更多的香料 例如孜然 姜黄 辣椒粉等 让汤头更加香浓美味 红扁豆咖哩 这道红扁豆咖哩是素食咖哩的经典料理 做法是将红扁豆 洋葱 番茄 姜黄粉 咖哩粉等食材炒香后 加入水或高汤炖煮即可 红扁豆的口感绵密细致 搭配香浓的咖哩酱汁 非常下饭 印度红扁豆咖哩 这道印度红扁豆咖哩是印度的经典料理 做法和一般的红扁豆咖哩类似 但会加入更多的香料 例如孜然 小茴香 丁香 豆蔻等 让咖哩酱汁更加辛香浓郁 红扁豆沙拉 这道红扁豆沙拉做法简单 只需要将红扁豆煮熟后 加入喜欢的蔬菜 水果和沙拉酱拌匀即可 红扁豆的口感绵密 搭配清爽的沙拉酱 非常适合严严夏日食用 胡萝卜红扁豆泥 这道胡萝卜红扁豆泥是中东的传统料理 做法是将红扁豆和胡萝卜烤熟后 加入芝麻酱 橄榄油 柠檬汁等调味料打成泥即可 红扁豆泥的口感绵密浓郁 非常适合搭配面包或蔬菜食用 红扁豆煎饼 这道红扁豆煎饼是印度的街头小吃 做法是将红扁豆泥洋葱香料等食材拌匀 再煎成饼状即可 红扁豆煎饼口感松软 香气十足 非常受欢迎 红扁豆汉堡 这道红扁豆汉堡是素食汉堡的 常见选择 做法是将红扁豆泥 燕麦片 香料等食材拌匀 在塑形后坚熟即可 红扁豆汉堡口感扎实 营养丰富 非常适合素食者或正在减肥的人食用 以上食谱仅供参考 您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调整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感谢您的故事 您可以用来把关系的 该关系有点 写真权 您可以用来看 所以您可以用来看 您粉丝 您可以用来看 您可以用来看